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 肝是沉默的器官 其实我们的肾也是 而且肾功能它低于50%以下 有些人一点感觉都没有 甚至也没有任何的症状 但是你知道吗 肾结石 我们台湾 这边大概10个人 就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疾病 有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 她就是天天喝手摇饮 她不喝水的 结果后来开刀才发现 原来她的肾里面 有300多克的肾结石 我们先带来看看这些新闻 杯子放冰块 倒入刚煮好的茶摇个几下 像这样的茶饮 不管天气冷或热 口渴时或突然念头一来好想喝 台湾手摇饮料店随处可见 一名20多岁女子不爱喝白开水 平时都把手摇饮当开水喝 日前突然发烧 肚子右侧疼痛 送到台南清美医院挂急诊 结果 医师经过检查 发现她的肾脏 出现密密麻麻 好多结石 她在右边肾脏里面 这白白一颗一颗都是结石 它是真的很多 大大小小 医师取出多达三百多颗 大大小小结石 这数量好惊人 结石发生的原因 往往不是单因原因所致 大部分都跟体质有关 有家族史结石的病人 高蛋白 高草酸的饮食 也会促进着结石的发生 医师说肾结石非单因原因 根据台湾健保资料或统计 结石在台湾的肾行率 约百分之十 每十个人就有一人患有结石 而男性罹患肾结石的比例 比女性高三倍 平均年龄约五十到六十岁 春天是发生率最高的季节 不能大于大肉 也不能偏向于一般饮料 也要摆开手为主 女子肾脏长出了三百多颗结石 手术取出后慢慢复原 医师也呼吁平时多喝开水 绝对要摄取足够水分 讲到肾 你知道有几个数字非常可怕 一个就是呢 其实洗肾率 台湾是全球第一 还有每一年 多出一万两千人的病患洗肾 这个数字等于可以做满 整个小巨蛋 你看看有多可怕 而且肾不好的话 会累累到我们的心 心肾症候群 死于心脏病的患者 暴增了五十倍 我们就来看看 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国人的十大死因 其中有五项是心肾病发症 心脏疾病 脑血管 糖尿病 高血压 肾炎 肾病症候群 以及肾病变 这部分呢 稍后医师要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肾不好的话 也连累到我们的心 另外来看看 在台湾呢 肾结石的发生率 是百分之十 也就是十个人有一个 五成的人呢 五到七年还会复发 超过两百万的人呢 是有慢性的肾脏病 而且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另外呢 就是肾衰竭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有十五倍 洗肾呢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是三十五倍 而且这个肾结石的部分 是反反复复会发作 血管容易钙化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有几个案例 第一个是一个46岁的中年男子 他有慢跑的习惯 感觉上好像还蛮健康的 但是他那时候是呼吸急促 喘不过气来 检查之后发现说 原来是输尿管结石 引发了心肾衰竭 再来第二个很夸张 是一个13岁的弟弟 他的左侧腰痛到哭 而且一直吐 送到急诊之后呢 检查出输尿管结石 合并肾水肿 他很少喝水 只喝饮料 还有结石的家族食 另外呢 第三个案例就是 铁血教头徐生明 他常年洗肾 2004年的时候 接受了移植手术 2013年的时候 突发心肌梗塞猝死 真的是让人觉得 非常的遗憾 好 所以一开始 我要先请教我们江医师 为什么肾不好 他可能会连累到我们的心 而且呢 全台湾十大死因 111年有五项是 新肾并发症 你说因为我们肾上不好的病人 常常合并的有一些 蛋白鸟的问题 一旦出现蛋白鸟 他血液就会进入所谓的高凝固状态 所以他很容易造成心肌梗塞 就是血液凝固在心脏里面血管 或者是心血管病变 他脑部的血管塞住了 那叫中风 那这两个都可能会致病 所以你看台湾现在有两百四五十万的人 慢性胜不全 给你注意看看 洗肾病人可能九万多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病人都活不到洗肾 这太可怕了吧 原来是活不到洗肾 对 因为他本身带来的心脏病症 而且你注意看看 像徐教练这个问题 他都已经患肾了 可是你其实患肾 我们患肾的病人 他的心血管的并发症或死亡率 并没有办法降下来 所以他还是很容易 因为原来的肾脏造成的血管伤害 到最后还是心脏出问题 文献有一个报告 他有一个帅哥 他订了一个桌游 就是电脑游戏 那等了一个月订到了 好高兴 然后他就在他房间里面 打了五天的 五天五夜 对 那在五天中 他就叫外面的饮料 就一直喝这样 那到第五天 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尿尿 那送到急诊室去 肾脏切片 就是喝的急冬茶里面 所谓草酸造成的草酸性 急性肾病片 有的人是天天都一定要 一杯手药液 一天两杯三杯都有 一天两杯 对 因为他说 手药液里面还是有水 对不对 他觉得说 还是有水的话 还是OK 结果没想到 刚刚江医师讲了 它里面含有一个东西 叫草酸 而且草酸本身 它可以造成慢性的节食 可是它也可以造成 急性的肾病变 急性的肾衰减 对 所以它的危险性是很高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是大家常常说 节食小事 我常常去打一打就好 你没想到一个问题 节食你每次用水石器打它的时候 很容易 就是肾脏如果经过太多次的 震波碎石的话 后来比较容易延伸出高血压 那我们也知道 高血压是后来心脏病的一个 潜在的一个风险因子 所以为什么尽量不要节食 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没想过一个问题 像刚才那个弟弟 他肾脏已经水肿 对不对 他自己发现就好了 没发现 那个肾脏最后会爆掉掉 因为阻塞住的肾脏 12小时之后 肾脏就开始 永久性的纤维化 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回到原点 它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那你刚刚也讲到说 万一真的这个节食 堵住了输尿管的话 只要12个小时 肾脏就会开始纤维化 也就是说他可能就必须要 永久洗肾这个意思 至少是他回不到原来的肾功能 比如说他本来过滤率正常的100 对 他这次一旦堵住 单侧掉到 比如说掉到剩下10 对不对 然后你会回来 可是因为他超过12小时之后 他永远不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 有人说憋尿的话 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这也是大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其实憋尿造成性血管疾病 最多的反而是女生 本来性血管疾病都是男生 男生容易有血压高灯的问题 血脂高灯的问题 女生喜欢憋尿 为什么 因为女生老是闲外面厕所脏 对啦 所以女生就很多种应对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都很容易造尿路的结石跟感染 一个是少喝水 对不对 因为少喝水 他出去外面就不用上厕所 对对对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憋住 在外面尽量不要 那你憋住就等于把它堵住一样 堵住的话 这个尿流不动 它就容易在里面结晶 慢慢结晶就腹部会管壁上 它就变结石 所以这两个本身不管发炎 不管结石都会伤害肾脏 我现在听到我就觉得很害怕要多喝水 因为像江医师我自首 像我以前都是只喝咖啡跟可乐的 我都不喝水 因为我觉得水个怪味 但后来主持这个节目之后呢 我就开始听听大家专家的话 然后开始在喝水 喝水我是喝到 我还请教江医师 会不会是贫尿 有一次我试一下问江医师说 我很长 我一两个小时就要尿尿 这样是不是贫尿 对对对 后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 意思说不会啊 你只要喝水喝很多 尿尿很多 就是不要太深色味道中 就代表你的肾脏功能很正常 反而不用担心 是 好我接着再继续的请教我们江医师 因为刚刚讲到说 很可能会没有症状 那有些人就想说 那没有症状的话 我怎么知道呢 那还有就算有症状 他也不知道说 他痛的部分 到底是腰酸背痛 还是说肾脏出问题 这到底要怎么分辨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把肚子 化成一个颈致型 那因为我们肾脏 跟塑料管在两侧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在中间的两侧 这个痛就有可能 是塑料管结石 那甚至塑料管 第一位的地方 接膀胱的地方 已经到下腹去了 所以在这下面 三个地方痛都有可能 那比较不像肾结石的是 比如说右上腹 这个最常见是胆囊疾病 胆炎 胆结石等等 就是右上腹是这个地方 那还有一个肾结石 有一个比较特征的地方 两个比较特征的地方 第一个是 他真的很痛 号称这个疼痛 比得上女生生小孩的痛 这么痛 十级痛 十级痛 他会很痛 第二个事情是 他这种痛是因为 你有一个石头 在一个管子里面 那我们管子收缩 会压住这个石头 会产生一个什么 恶心的感觉 所以很多病人 石头在痛的时候 他会恶心 很不舒服的恶心的感觉 那这个情况 你就应该赶快去看医生 我们讲过 对 过十二小时 就会造成永恒性的伤害 好 那谢江医师 我们接着也来看看 那如果说是 这个肾结石 很可能会引发 很重大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他 我们的饮食习惯 其实很重要 我们接下来 要来看到一个例子 当然这也不知道 是不是江湖传闻 还是迷思 因为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是一个上班族 她就说 她因为一开始要省钱 所以她就每天早上 还有中午 都一样吃牛奶加面包 连续吃了四个月之后 后来肾脏都出问题了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撕开包装 炒上面包 有甜有咸 架上随便挑 再搭配牛奶经典组合 快速方便 又能填饱肚子 学生上班族爱酱吃 不过一样 许崇岳就曾收治一名 社会新鲜人 原本就先天性 甚功能异常 但为了补习考试 节省时间 早餐午餐 便利商店解决 而且爱吃面包配牛奶 肾功能有问题 原本可能五年到十五年 才要洗肾 没想到这样吃 不到四个月就要洗肾 所谓的食品天教的部分 蓬松剂很容易用到 有寒淋的一个 这个成分 那如果说是 加上牛奶 这样一起搭配喝的话 那其实他原本 想要摄取的盖子 其实也会 没有办法利用到 营养师揭秘 问题救出在超商面包 加了蓬松剂 寒淋量高 咸面包高钠 甜面包高钠又影响血糖 面包内凡是脂肪 还会引发高血脂 再搭配牛奶 蛋白质摄取过量 对肾脏 无疑是很大负担 营养师建议一周最好吃 一到两次就好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说 如果你要想要 这个钙质的来源 摄取比较丰富的话 我们会建议可能 大概隔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去摄取 面包的零会降低 牛奶钙质吸收 改喝拿点 盐药 拿点还有咖啡因的草酸 更降低钙质吸收 营养师建议早餐选择排行 馒头比吐司好 吐司又比甜咸面包好 制成少食品添加物也少 即使肾脏没问题 想图方便 加工食品还是得少吃点 好所以牛奶加面包 真的会变成洗肾的推手吗 我们稍后来解答 我们先来看看 有几大原因 可能会让我们台湾 变成这种肾结石的推手 一个就是季节啦 高温闷热 大家都常会流汗嘛 然后流汗以后 就没什么尿尿 可是很多人讲说 反正都有流汗了 那没差 但是真的没差嘛 第二个遗传 有家族病史 如果有肾结石的话 父母有肾结石 或者兄弟姐妹有的话 那几率是三到五倍的 再来就是饮食的部分 喝水的可能喝得不够 然后呢 蛋白质高纳高糖饮食 喝太多 好我先请教一下谭老师 赶快帮我们解答一下 因为我们这当中 有很多人从小到大 每天都是喝牛奶 然后再加上面包的啊 对其实呢 这个肾脏科医学会 已经出来解释了 这个牛奶加面包 不会让你洗肾啦 因为这个的蛋书是 它本来就有肾脏疾病 就它原本 它的肾脏疾病 可能就是快要洗肾的情况吗 还是说慢性的也会 它其实肾脏的那个分类 有好几期 那其实呢 它可能是在某一个期限 那为什么 它会吃到这种情形 因为我们知道面包 它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那它就要有一些调整 那这些品质改良剂等等 可能就会含有这些磷酸盐 那我们正常呢 其实这个磷是可以排泄掉 但是呢 我们如果是肾脏不好的 它是没办法排泄掉的 所以他们必须靠吃结磷剂 那结磷剂就是一个钙的这个东西 那其实我还是蛮鼓励大家喝牛奶 为什么呢 这是台湾本土的研究 这个青春期之前的小孩 有没有喝牛奶 将来身高会差三公块 我觉得身高会很多 因为你知道 你看男生如果177跟180 百国180行情好十倍吧 我总没有觉得我180行情 有啦 对 所以我蛮鼓励 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它是蛋白质 所以过去有一些妈妈就会想说 那这样子我给小孩 把牛奶当水喝 对 可以吗 其实真的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蛋白质 蛋白质太多 一样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但是我必须说 面包其实为什么好吃 因为它高热量 高油 高糖 那所以呢 这个吃了之后 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我想这个也是一大原因 我想请问两位 你们平常应该也是 面包加牛奶 蛮常这样吃的吧 我比较不常识 因为其实我还有时间做早餐 我自己会做的话 像我会打精力汤 会打一些谷浆 我就是打好放人 那搭配可能你便利商店 其实有时候可以买一个地瓜 烤地瓜 如果真以方便来讲 你可以取代这个 所谓的精致的面粉 对 就比较健康 对 这样会比较 相对更好一点 营养也比较充足 好 那老师 如果说面包 我不加牛奶 面包我加咖啡呢 因为咖啡 很多人都说 咖啡现在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有时候 对于我们的心啊 肝啊等等 很多的器官 其实都蛮不错 但在咖啡的部分 有两个说法 有人说 它可能会导致肾结石 但有人就说 它可以减少肾结石 是 其实它是 咖啡的原豆 它的草酸是高的 但是你不是拿原豆来吃 你还必须经过烘焙啊 等等 然后这个萃取 其实呢 我们后来发现 一杯咖啡 它大概只有 这个170 只有0.9毫克的草酸 所以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请教一下江医师 就像有些人 他是说 如果我们吃太多钙片 补太多钙的话 也会胜结石 是这样 这个就是典型的望闻生意 他想说我们的钙 80%叫草酸钙 结石 我们的结石成分 80%是草酸钙 听到有钙这个字 对 一听说有钙 他觉得可能会结石 那其实刚好相反 我们肾上课事实上 就是用钙来结合 磷 用来把肠胃道里面 会产生结石这些成分 从大便中带走 所以你不管是 原来是草酸钙结石 磷酸钙结石的人 你只要吃了钙片 在饭后马上吃 它就会把这些 会结石的成分 从大便中带走 所以你的尿液中的 这些草酸成分 磷酸成分 反而会降低 所以它会 所有的研究都跟你讲说 它会降低结石的几率 饭后吃钙片的话 饭后吃钙片 其实可以降低 结石的几率 你不要听到草酸钙有钙 你就觉得不敢吃钙片 接着我们也来看看 像这个巧克力 还有秋葵 燕麦 杏仁等等 这些都算是 很健康的食物 但是为什么 就是说它是 高草酸钙的食物呢 就是说它可能 如果说有肾脏疾病的人 必须要少吃 对不对 其实是肾结石的 还有在洗肾的病人 他们的确会有一些 这个饮食的限制 对 像我们知道 洗肾病人呢 我们就不会给它吃坚果 它有这个全骨类 所以是都不能吃 最好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磷很高 然后它的这些 植栓草酸也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呢 我们在洗肾的病人 它有限磷的 我们就不会给它吃这些 但是呢 这个高草酸的食物 应该甜菜 菠菜 秋葵 这些都很好的食物 对对对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 咖啡它的草酸是不高的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些还是有一些研究 你是可以去除掉它的 像这个秋葵 或者是菠菜 对 其实呢 你就是煮一锅水 然后把这些菜放下去 煮三分钟之后 捞起来 然后把水分瀝盖 它其实可以去掉 90%左右的这些草酸 那我们知道这个什么 全骨类像糙米 燕麦 这些 这些什么豆类等等 它的植酸膏 那他们过去也有研究 就是说你泡水 泡个七个小时 其实也可以把植酸去除掉 所以呢 其实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 其实它都是很健康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是有一些 特殊的疾病 你还是有一些去除的方法 但是还是要遵照你医学的 那像燕麦呢 因为燕麦 它其实是一个健康的食物 那所以肾脏如果有问题的话 不能够多吃吗 其实真的 如果它到洗肾 就不建议吃 就不建议 对对 像我们知道很多养生的东西 但是呢 洗肾病人 对它来讲 是会要它的命的 像我之前遇到一个 它一定要给它 它认为这个黑入肾 所以一定要给它的先生 吃这个黑豆 就吃到 它其实 它已经是洗肾病人 然后吃到负甲状腺肌 都出了问题 对 所以呢 如果说你是已经到洗肾 一定要遵照 洗肾病人的这个指示 你要听医生的指示 你不要以为说 黑豆黑色补肾 然后就拼命地吃 对对对 那我也请教一下 像老师 一般的人 如果说他肾没有问题 他很健康的话 那他多吃这些东西的话 会不会导致肾结石 其实不会啦 那当然 就是说你一下子 摄取很高量的话 那当然就会 就是说 这个部分的话 一般健康的人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还可以看过 不能够很短期 吃太多 对对 但是其实有一些东西 像很多有一个网络 菠菜不可以跟豆腐一起吃 其实呢 它形成的是草川钙 它其实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希望能够得到 比较多的钙 你就把这个菠菜 像我刚才讲的 烫三分钟 然后捞起来瀝干 就可以去除掉这些草川 那如果燕麦的话呢 你就是 燕麦指的不是这个燕麦片 是那种一颗一颗的 或者是豆类 你就泡七个小时 好 那我们看到 其实呢 有毒就要有解药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王老师 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食材 可以对抗 盛结石 据说有一种黄金食材 叫做铲石水 马上来看看 好 那这一道就是我来 我最近研究之后 我发现 多喝 对我们身体 都可以铲石以外 还可以刚才符合 刚才我们 谭老师讲的 你要高糖高钙 都是我们身体 容易产生结石 那这个刚好又可以 减低钙 又可以减低糖的 那这里面有主要的成分 就是这个姜黄 所以你自己每天都喝吗 我几乎每天都喝 那你喝多久了 我已经喝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哇 这是你的秘方 对 我把它挑出来 这三个比较简单 OK 要简单的 好 那我自己配到之后 我配了好几种 原来你配更多 像中药这样 中药粉这样 每天早上就配一只 但这是最基本很简单的 就是姜黄粉 很简单买得到 那你这个是肉桂粉 肉桂粉 这加咖啡也很棒 对 很好 对 这个是黑胡椒粉 黑胡椒我很爱 可是三个加起来 黑胡椒加肉桂 听起来有点怪怪 所以我等一下 这个是黄金的颜色 黄金的产食水 还可以产油的 可以产糖 产油喔 对 糖对血糖也很好 太好了 那另外一个半颗的柠檬 你就压滋 那我在家如果有时间的时候 我其实不会用压滋的 我会把皮削掉 直接丢用调理机打 把这些成分全部丢在一起打 那另外一个加一点蜂蜜 但口感会更好喝一点 就比较不会那么酸 对 很简单 那这个比例是这样 你就半颗柠檬汁把它压出来 或者是你用棉皮打 那那个类黄铜维 它们吸会更高 对 那这是基本一个人的配方 一个人的配方 那你就姜黄粉大概两茶匙 茶匙就是用你这个吃那个布丁 或者喝咖啡那个茶匙 我们今天这个池有点大 大概两茶匙这样 两个小的 这个大概是二分之一茶匙 肉桂少一点 都可以少一点 如果你喜欢肉桂的 你可以大概一茶匙也没关系 那这个黑胡椒粉 只要启动这个姜黄素的吸收 会更多 所以黑胡椒粉 如果加上姜黄素的话会更好 对 加上姜黄粉 它姜黄素的吸收效率会提高很多 这个要加很多研究 那这个大概是五个percent 我的研究大概不用太多 所以这个大概五分之一茶匙就可以 一点点 对 加一点点 你不要太多变成辣的 你就变得好像在喝咖喱粉 像我喜欢辣的话 是不是可以多加一点 对 当然可以 那你这样这样子 如果你今天不强调口感的人 你可以不用加蜂蜜 那蜂蜜是让你口感更好一点 那我们大概一大匙这样子 那你在夏天的时候 你就加一点点气泡水 加一点这个冷水 其实都蛮舒服的 那你就把这样子 大概350到500cc 看个人的量 就一杯黄金的铲石水 是黄金色的 又可以排毒 对不对 对 甚至我的变化 消炎 刚才讲的后来 甚至我的变化板 这样子喝又有水分 对不对 又有这个姜黄素 还有肉桂里面这些很有 肉桂也是对血糖控制很好 那我们这样子 你可以喝喝看 其实不难喝 如果你加点冰块 其实口感更好 不难喝 来来来 再做 每一位前面都有一杯 来来喝喝看 一心你在等什么 不是 我刚刚已经偷喝了 就是偷喝了 不会喝这样口 它味道层次很多 因为这个蜂蜜含量 这真的超多的 很难形容 很难形容的味道 谭老师觉得OK吗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我觉得OK 对 就是它有很多的 那个香料的味道 而且你冬天喝 很暖胃 其实一般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流行打金利汤 其实夏天还可以打 冰冰冷冷还可以 但你冬天不可能打金利汤 那你就可以加一点 这样的配方 姜黄 肉桂跟一点黑胡椒 其实你会喝起来很暖胃 对 我觉得喝起来 它真的是很多层 一开始我喝到的是 那个姜黄的味道 然后再来又变辣 就是黑胡椒 然后再来又变甜了 就是蜂蜜 还有一个酸酸 最后有柠檬的作用 最后 然后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还有肉桂的味道出现 那你看这个研究里面 你看柠檬 大家都知道 多喝柠檬也可以 燃烧我们的这些 身体的这些乳酸 所以它有柠檬酸酱 那也刚才讲了 提到可以减少这个草酸 草酸盖再结晶 因为那我们尿 稍微变碱一点 变碱就比较不容易 产生这个结石 那甲利子也可以利尿 我发现利尿也是 让这个结晶 都比较容易排出去 那另外当然姜黄素 现在研究最多了 可以减少我们这个 胜毒血清的这些 像江医师研究最多 就是它可以降低这些 肾脏发炎的问题 那不是只有肾脏 其实对很多身体的发炎 也都有帮助 甚至对肝脏啊 胆汁都有帮助 那肉桂大家比较少 都以为吃肉桂卷啊 喝咖啡 肉桂卷 像我个人很喜欢吃肉桂 我也研究肉桂很多 其实肉桂对血糖非常好 江医师帮我们补充一下 像这样的一杯这个产食水的话 那里面有姜黄啊 肉桂柠柠檬等等 是不是对我们的肾 都是带来好处的 尤其是对石头了 我们有一个 现在健保脊腹的 一个化石头的药 其实它是柠檬酸甲 就柠檬酸甲 真的哦 对 而且在有人做过一个 四个月的对比研究 直接吃这个化石头的药 或者是柠檬酸甲 跟碎食剂打完 在四个月的时候 去检测剩下的石头 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它效果并没有差很多 所以第一个问题 这的确是有化石头的能力 这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我们在门诊 当然不能叫病人吃柠檬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药丸给它吃 其实这个成分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就这个成分 就是这个成分 那当然姜黄对肾脏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肾脏有很多原因 包括重剂组伤害等等的 可以靠姜黄的抑制它 还有肾脏本身的增殖 发炎 所谓的肾脏的纤维化 都可以用这个都对付它 所以姜黄对肾脏来讲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保养的一个手段 当然我们很多病人 是因为糖尿病而肾衰竭 那糖尿病你可以用肉桂 来抑制它的血糖的升高 我们知道糖尿病高本身 伤害血管也伤害肾脏 所以肉桂其实 不过我坦白跟你讲 我不太接受肉桂的味道 不过坦白讲 在血液上 难怪你只有喝了三分之一杯 可是肉桂真的是一个 很好对抗血糖的东西 对 好 所以姜黄肉桂还有柠檬 那这一杯的话 真的是很棒的铲石水 好 但是呢 糖老师 我们说要多喝水 但问题是水也不能够乱喝 喝水还要看时机 其实呢 这个喝水 特别的水 因为我们的水 一定要特别注意 像很多人就很喜欢去取山泉水 听起来很棒啊 很清凉 其实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呢 这次日本发生很多 集体食物中毒 为什么呢 他用山泉水去煮饭 结果懦罗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我个人在喝水 我一定要有杀菌过的 如果没有杀菌过的水 我真的还不敢喝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也曾经发现 有人用山泉水洗手 然后波局一直吃 结果那个泉水里面有虫卵 就吃进去之后 结果肚子里面就有这个寄生草 是 是 所以不要山泉水 但是在南部 我知道有很多人 他常常都是要骑车去买水 然后带一箱水回去 其实真的不要建议 因为这还会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容器第二次污染 因为你去取山泉水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地方 甚至会卖那个桶子给你 那都是塑胶桶 那其实呢 这有些塑胶微粒就很容易出来 早上不要取水喝 是因为水管里面重金属成绩比较多 因为是这样 你在睡觉的时候 其实水管的水流动也比较缓慢 那这个管路呢 它容易释出的这些 可能有一些重金属 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就容易释放出来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早上起来的水 其实你拿来刷牙洗脸冲 马桶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取什么时候的水 当饮用水呢 就是你下班回家 甚至你晚上睡觉前 你再取一桶水 为什么呢 因为白天大家都要用水 水流动很快 水管的有毒物质 不容易有这个释出到这里面 所以如果像我要煮水 我就是晚上就是煮完饭洗完澡 然后就取一桶水把它烧开 这一点我真的没想过 所以两位都有想过 什么时候要拿水烧开水吗 对 其实这个我也蛮讲究 其实我自己家里是全户过滤的 就是水塔之外 我是全户过滤 全户过滤 在过滤一个饮水机 因为跟塔老师一样 这些喝水其实很重要 真的很讲究 很讲究 好 那再来 曝晒过后的瓶装水 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会在车上放很多水 对不对 有时候载人 要不要喝个水 但其实他都有经过 很多次的太阳晒过 所以可能会有所谓的 生殖毒性跟重金属污染 不管有没有曝晒过的瓶装水 我都不建议 为什么呢 美国非营利组织 曾经做过一个 研究 如果你是取自来水 喝的这个水 大概有4000颗左右的 塑胶为例 但是你喝瓶装水 一年会得到将近 二三十万 二十几万颗的塑胶为例 天哪 那好几倍 对对对 那其实我真的不大建议 不管有没有曝晒过 我都建议你不要喝瓶装水 其实不是环保而已 是你的健康问题 但是有一个地方 你要喝瓶装水 是什么呢 你出国的时候 为什么呢 像日本 我们他会告诉 你可以生硬 可是日本在这两年 去年在大阪 今年在东京 都发现他们的居民的 这个全佛金酸比较高 就是不沾涂层 所以你去日本的时候 你可能喝瓶装水 就是说有些人觉得 家里面自己烧开水 会有一个味道 然后觉得外面的 这个塑胶瓶装的水 就不会有 不知道差在哪里 其实我还是在意的 那个是塑胶为例的问题 而且过去台北市卫生局 也在这个瓶装水里面 发现一个重金属 金地的那个地 所以那个呢 其实一样会造成 身体伤害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尽量 就是取家里的水 把它烧开 那如果说像 要买宝特瓶水的话 它有时候也会有颜色 对不对 那是不是颜色越重的话 其实是不太好的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这个五颜六色 它需要有定色剂 定色剂很常 要用到重金属 所以我建议大家 在家的时候 还是取水把它烧开 江医师也不喝瓶装水吗 我不喝 我跟明勇一样 我们家是大过滤为了洗澡 那紧接着剩下的水 就小过滤为了喝 所以我们家是水 都有两次的过滤 而且全部都是逆渗透 而且我还跟洗渗是标准一样 双重逆渗透 因为这个所有的塑胶维力 它其实绝对过不了逆渗透膜 所以简单就把这个 这个塑胶维力的问题解决掉 塑胶维力的风险 比你想象中高很多 有很多人很担心说 我挡手高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你胆固成再高 你大概增加20%的心肌梗塞机会 可是你吃到塑胶维力 在研究里面 心肌梗塞医学杂志 今年三月才发表的 他跟你讲说 你塑胶维力吃下去 你心肌梗塞机会是正常人的4.3倍 所以是430% 不是增加20% 是增加430% 所以这瓶装水真的是要少喝 除非不得已 那再来看到就是放很多天 或是隔夜水 有些人他瓶装水要喝一半 对不对 然后就放在那边 第二天再继续喝 那这样是OK的吗 其实真的不要 无论你是瓶装水 或自己带水杯 你还是今天就把它喝完 同时你要洗干净 而且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瀝干的动作 因为很多人的杯子 就一直重复用 然后也没有瀝干 其实那里面的细菌黴菌都很高 那其实水一样 它虽然是很透明 但是它一样会有长菌 而且你的嘴巴有细菌 你又这样喝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就像这个嘴巴接触过的水 但是千滚水没有毒 很多人就是说 就是一直反复煮沸它的 对 其实那千滚水没有毒 这个网路也已经是 很多次的这个澄清 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一下 很多人可能就会用 一个那个家里用的热水瓶 那你要注意 它的处力效果好不好 因为它有时候 你加了深水 它的滤就在里面循环 所以有时候喝到最后 会有一个消毒水的味道 那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滤水器 那滤水器滤出来的水 我就可以直接喝了吗 还是我还是要再继续把它烧开水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现在不是有的人 它是有个这种滤水瓶 就是我们把水倒进去 然后就可以滤掉一些东西 那个的话是不是也是OK的 其实滤水器 它有很多种的不同的功能 像存水 它就是整个过去 什么东西都过不去了 那当然你可以生饮 但是呢 这个生饮的条件是什么呢 你都有确实按照厂商的规定 几个月换什么滤网 几个月换什么墨等等的 你有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有时候忙一下谁记得 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滤水 它只是去掉碳酸钙碳酸铭 那我还是建议你滤过之后 再煮开一下会比较安全 滤过之后再煮开 那老师你刚刚讲到说 热水壶不要直接加生水 是说我们平常用暗的那种 还是说我们这种 这是放在公司里面那种 这个叫做快煮壶 那你基本上它煮沸了之后 它有一个排气就排掉 但是有一些比较老式的那个热水瓶 就是用牙牙脚那种 一直插电插在那里 然后呢你就是加水进去 然后它到了一个程度 它又在煮滚 所以到了一个程度 它又在煮滚 那其实到最后 如果你是加生水 有时候会有这些绿的味道 自来水里面有绿 所以它会形成三乳甲烷 如果你只是加生水 就会不断的累积 所以老师建议大家 在家里面煮开水的时候 开抽油烟机 如果说你的水是生水的话 你就是记得它煮沸的时候 这个如果是台风后 更要注意一下 因为台风的这个时间 它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添加比较多的这些绿的 所以你就要开水之后 它水开之后 你就是要开些油烟机 让它可以吸掉一些 所以平常在家里面 如果我们煮开水的时候 也一边要开抽油烟机 因为很多人以为说 只要有油的时候再开就好 其实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江恩是要补充 没错 其实我跟你讲 那个煮五分钟 十分钟把它三度小时挥发掉 那是只在台北 那你如果煮在南部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是天龙国 所以它的翡翠水库 有七成绿水设备 所以它做的水 就不用加那么多绿 那在中南部有些地方 其实它绿水设备非常简陋 所以为了要符合卫生条件 生菌素 它就加很多绿 所以那样的水 你可能要煮到二十分钟 你才能把绿煮干净 所以在南部的民众的话 还要煮开水的话 要煮更久 就是其实基本上 你就是看你的那个煮完之后 你的那个味道 因为有时候你煮 就像你那个有的用这个热水瓶 重复老式的热水瓶 它没有一个除绿的 那你是喝到 你会感到那个有一个味道 那个就是绿的味道 谢谢谭老师 好 那接着要请教一新 我们知道说身体要把它练强壮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肾脏 那我们身体是联动的 我们要练哪些地方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肾脏 可以更强化它的功能 好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在讲那个肾脏 跟这个骨盆的肌肉有什么关系 对 我们刚刚都在讲食物 可是有一种人 我们最常见会有肾脏发炎问题 大家都没有想到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 那个我们生产完的女性 几乎我遇过最早可能三十出头 她生了两胎之后 她的骨盆底的肌肉都比较松 而且都现在的人都坐着上班嘛 所以屁股啊腹部啊 这些肌肉都很松 所以他们会早期 就会发生那种子宫有点脱垂 是只有自然产才会这样 还是连剖腹产也会这样 自然产因为经过产道 比较容易 骨盆底的肌肉会容易松弛 最早三十几岁就有 那更多就是说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肌肉会流失嘛 那差不多大概六十岁以上的 这些大姐们 她们就会开始就是可能咳个瘦 或是说要跳一下 那个就会没有办法憋尿 所以就会有漏尿的问题 对那你想 如果自己发生这个问题 你会不会觉得社交障碍 太尴尬了吧 你不是不敢喝水而已哦 是连出门我都不敢出门 可是很尴尬啊 所以这是女性族群就是很大的部分 那大家就会有点不好意思难以启齿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要讲出来 就是大家都不敢说 其实很多有这个问题 不能说的秘密 但是要讲出来要好好地练一练 所以我们练一下的话 我们除了说保护我们子宫方面的疾病 然后我们可以促进我们下半身的血液循环 那我们泌尿系统负担也会 而且可以让男性远离 射护腺疾病 对男生的话 因为年纪大也是我们下半身 这些大肌肉的胶原都会流失 所以也需要练这个东西 可以把我们的下腹核心紧实起来 所以我们的臀肌还有下腹 就要把它练好 这个运动我会让它加强在腹部 臀部还有大腿 就是整个这个身体的中断 那我们记得做任何运动前 我们先把我们的骨盆放在正位 好那我们很常见一个动作 就是像乔士这样抬屁股 那大家注意 抬屁股抬得好高 大家都觉得抬得越高越厉害 对可是大家注意 我们都在动这个腰 然后腰越练越紧 越练越酸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运动前 我们先来做骨盆正位 就是找到自己骨盆正中的位置 那怎么找呢 我们先在地板上活动一下 把腰拱起来 感觉它最高在这 对好那最低卷起来在这里 最高最低 那我们骨盆正位就在中间 取个中间的位置 好那抓到这个位置以后 我们永远等一下下面的所有动作 都要把腰固定在这个形状 也就是不会有拱腰的地方 好来吸气哦 吐气的时候呢 我们把屁股这个臀肌这边 做一个收缩 那大家注意动的地方 在这个髋关节属膝部 对所以用力的时候是用臀肌 臀肌的力量 臀肌的发力 对发力 那大家注意我的腰是不是 其实腰臀这边是一直线的 没有像刚捅的那么弯的 好那错的是怎么样 就动错了 对所以再一次来吸气哦 好吐气把它抬起来 抬成一直线 那停在这个位置十秒钟 然后再下来休息一个十秒 好然后再抬起来 那抬起来的时候需不需要顺便提纲啊 提纲就是稍微我们把 臀部的肌肉稍微收进来 就是有点像我们快要拉肚子了 想要憋住 憋住便便的那种feel就对了 把它收着 而且呢我们同时要配合吐气 所以吸气预备 吐气 缩住快要便便的感觉 加上屁股的肌肉力量把它抬高 让这个臀腰一直线就可以了 停十秒然后休息十秒 那可以做十次 好那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我们怎么练肚子跟腰这一圈 那我们一样哦 把脚并拢 那一样躺在床上 那记得骨盆是不是要正位 hold住以后 我们慢慢把脚一脚抬起来 再一脚抬起来 好然后再一脚放下去 一脚放下去 那注意很 我为什么不让大家一次抬两只脚 因为抬两只脚 这个力量太大 很多人就会这样 哦就错 那个肚子力量不够啦 对所以我们会练习的 不是在练习这个抬脚 而是其实这个动作会练到很多的腹部 你的重点要注意 腰不要拱起来 把它定在这里 好所以大家注意的是在 这个腰的位置要维持骨盆稳定 大家可以慢慢试着在家里做 因为这个其实是强化我们这个 中间这一段护腰啦 就是把自己做一个天然的护腰 把那个肾脏把它固定住 所以我们这两个动作交给大家 大家在家里面常常做的话 我们也可以强化我们肾脏的功能 好那接着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王老师 接下来这道料理也跟姜黄有关 也是黄金食材 好 我等一下来示范这道 护肾宝干的黄金温沙拉 因为现在天气还是蛮热的 今年很热 所以我们要吃一点这个 清爽一点的 对 不要做太重的料理 那这个很简单 我们准备一点这个是希腊优格 希腊优格很多人吃 对 做料理会需要用原味的 你不要买那个希腊食 不要买那个太甜的 对 它里面也比较汤 因为很多人运动啊 健身之后都会吃 对对对 那我加一点咖哩粉 咖哩粉 不一样喔 不是姜黄粉而已 因为咖哩粉大概百分之五十六十 就是姜黄 但是它里面也有其他的 一些香料的成分 那大概两只 那我们这个姜黄粉大概一只 因为姜黄粉 入料理要是注意喔 它虽然很健康 但是你太多它会有一个苦味 你反而会不喜欢吃 就不能太多了 对 不能太多 不然有人煮姜黄饭 也是这样很多妈妈 姜黄很好煮 又煮出来那饭就很难吃了 我刚才没有人要吃了 大概姜黄粉如果你一煮一锅 三杯米 四杯米 大概一叉子就可以了 不要以为很健康 你加很多这个煮就要不好吃 好可怕 对 我们健康还少美胃 那我问一下那个蒋医师 就是说像咖哩粉跟姜黄酥 还有姜黄粉 很多人会搞不清楚 就是是不是咖哩里面 就一定有姜黄酥 有 咖哩里面大概 像你刚才讲的 大概接近五十 那五十所以是姜黄粉 它有很多其他酱料 对 所以 可是姜黄粉对肾上的人来讲 它就是大部分是好处的 可是它有一个问题 姜黄粉本身含的草酸 也稍微比较高一点 所以肾上科病人 大概也没办法直接吃姜黄粉 就是没办法吃太多 那它们可以吃咖哩吗 当然吃咖哩 因为咖哩没有那么多 或者直接吃姜黄酥也是个办法 姜黄酥 就是有些已经退出出来 一定好 它没有考生在里面 好 那现在老师加了洋葱 对 那我们可以加一点 比较消炎的Omega 3的油 我看洋葱 酥油都可以 或者甘奶油 那再加一点这个红色新鲜的 像这个没有煮过的 那另外我们这个花椰菜 那你就把它稍微烤一下就好了 你稍微用蒸一下煮一下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这样稍微拌 当沾酱 等于是我这个酱 就把它代替 你把它想成这是美乃汁 那你把它想成 这样加进去就是蜂蜜贴膜 那有像 像小屋就会忽然间觉得好吃 而且它会有一个咖哩的香味 那有点像沾酱的意思 小朋友很喜欢吃咖哩 对 那这等于是变成干的咖哩 而且我们这个又好的蛋白质 优格其他优格里面 对 又像是好的品质 对 大家可以吃 来吃吃看 我们来给大家吃吃看 所以 江医生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咖哩的话 咖哩很好 那就是印度人的话 都比较觉得是胜味 不是 那胜上不早 印度人连癌症都很低 对 因为咖哩另外一个效果是 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胜长 是 所以印度除了口腔癌 还在中胃 而且只有四个线有这个问题 其他印度 所有的地方 癌症都在全世界都是倒数的 而且好像印度人看起来都瘦瘦的 对 印度人真的都蛮瘦的 可是有人说 可能有人会跟我说 那是因为穷 营养不了 对 所以我就会跟这样网友 我认为跟这样网友有关 你自己看看 一样有很穷的国家 像印度人或哪些地方 大部分人很多人都比较胖 真的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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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 很清爽对不对 对 真的 很好吃 对 常常是觉得 这应该是很健康 对 而且我觉得没有感觉就是 它是一个夏日的开胃菜 对 它的香料风味是非常独特的 真的很独特 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层次 对啊 如果你想吃肉的人 你就用一点鸡胸肉烫一下 对 吃一吃放进去也可以 对 如果加点蛋黄 或者是蛋黄 加点蛋清碎也可以 对 对 可以感觉 所以变化很多 好我们一开始节目 我们就讲到就是说 其实肝很沉默之外 肾也很沉默 有一些人肾功能已经低于50%了 可是问题是他也是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大家就想说 那肾功能如果好不好 它如果在下降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比较可怕的警讯 我们可以会议到的 没错 其实肾上病最常见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症状 他也不会痛 对 他也不会痒 对 所以他不会叫救命 那我们怎么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他 好 那我们从一些危机的症状 可能可以暗示你肾上可能出问题了 第一个是高血压 所谓的肾心高血压 肾上病的病人 百分之八七八十以上 他会都会产生高血压 可是问题是很多人也不良血压 对不对 所以他也不会知道 那他也想说三高 可能是因为太胖什么的 可是有一个事情有帮助什么 小便中有泡泡 小便有泡泡 对 如果小便中有泡泡 而且泡泡尿下去 十秒钟他看不到水面 都盖满了水面 盖满了尿石的水面 那你要小心 有些人以为是说男生 然后可能长得比较高 然后那个高度的话 说下去的话 可能泡泡比较多 有的人是以为是这样 他一定会带着空气进去 可是一般来讲 如果你没有蛋白质的话 你这个泡泡很容易消散掉 可是你一直不散掉 那很危险 所以就看他有没有散掉 对 可是真的等后来出现水肿 甚至贫血 倦怠 这三个可能胜功能 都已经剩下不到30% 这个大概在第四期之后 才会产生 但你看这水肿 脸部皱纹消失 有的人还蛮开心的 所以这下子脸部皱纹都没了 是 不知道是水肿 不知道是肾有问题 对 可是水肿 如果你早上起来都不肿 下午脚就开始 鞋子穿不进去 你要小心 你可能真的就是水肿了 当然水肿 如果来自蛋白尿 那他可能是算是比较早就会发生 可是如果来自肾衰竭 肾上自己有水排泄失败的时候 那这种水肿可能就代表末期的肾平变 那还有一个我们一直没有 大家没有提到的问题是什么 要提醒一下大家是说 像女生因为没有射污线 所以女生任何晚上起来 尿超过一次就叫夜尿症 超过一次就夜尿症 对 因为夜尿症代表肾上浓缩失败 所以坦白讲 就代表你肾上一定有问题 不过还好一点是你发现夜尿症 你去看医生都来得及 为什么 因为夜尿通常在肾上衰竭之间 三到十五年前会先出现 所以它很早出现 它是一个very early sign 那如果是偶尔呢 比如说有些人晚上 他可能吃了一些烧烤 什么咸酥鸡 然后很咸 然后喝很多水 然后半夜起来一个两次 偶尔的话是不是就不算 好夜尿症的形成 如果是这种吃食物引起的 它都不是来自于水本身 来自于什么 咖啡茶跟酒 这三个可以造成夜尿 因为这三个可以抑制 推移激素的分泌 所以它会治到夜尿症 可是你喝再多水 其实你也只会起来 一次 可以试试看 除非你喝的是酒 天哪 所以如果说你喝的都是水 不是酒 也不是茶 也不是咖啡 但是你超过一次的话 就算是夜尿症 对 那你如果是喝了茶 或是喝了咖啡 或是喝了酒的话 那可能就是有例外 对 那男生本身又有另外干扰 就是因为男生常常年纪大的 就是社会性肥大 对 那社会性肥大 它不需要有肾脏病 它就开始会造成 肾脏浓缩的问题 所以它渐渐的 就会产生夜尿症 不过其实坦白讲 这个也算是肾脏浓缩失败 因为它是摄护线 把这个尿道出口堵住了 堵住的时候 这个被压回到肾脏 肾脏就开始浓缩失败 所以它事实上也算是 干扰到肾脏功能 可是因为它可能阻音 不是肾脏本体 阻音是来自它那个 盆大的摄护线 那这个情况还是要去解决 你不要忘记 当初袁世凯就这样子憋死掉了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异常倦怠 因为很多人也常常觉得 没睡好了 上班太累 会有倦怠的感觉 大概跟你平常的倦怠不太一样 你平常倦怠就是 上班那一天会倦怠 对不对 那星期六星期天 你就觉得很好 对啊 下班一条龙 对 那这种东西 就不是肾脏病 可是你如果不管上班 下班休息 你都在倦怠 那你要可能小心 到底是什么 重大疾病在里面 你要去检查一下 所以这里面 如果有几项的话 要去看医生 不 任何一项 任何一项都要小心 你都要去看 因为的确 我也看过我自己的学弟 大学三年级打篮球 那在篮球场上吐 然后送到急诊室 被我们发现 他已经尿毒症了 你看看 他还可以打篮球 他还考中当初的 医学系的第二志愿 没错 所以他头脑也没坏掉 体力也没坏掉 可是他还是一个 末期的肾衰竭病人 好 所以观众朋友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肾 有这些致命的警讯出来的时候 记得要看医生 好 肾脏真的好重要 接下来 异性要教我们是 健肾按摩操 我们要怎么样按摩 那我们有研究显示 我们在这个腰腹这个区域 如果适当的热敷 二十分钟 我们肾丝球的过滤率 会增加一百二十到 一百六十趴以上 所以热敷就可以 那如果用暖暖包是可以的吗 也是可以 暖暖包也是有效 然后把它贴在后面 对 但是要记得一下 因为家里长辈 有时候因为糖尿病 或是说皮肤 比较不敏感的时候 有时候热敷会有点 会烫伤 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法 用我们的双手 就可以帮自己热敷 那大家把拳头拿出来 那拳头握拳的时候 这个有几个关节 这个指甲最靠近 是第一指关节 那这个中间是第二指关节 再来跟手掌交界 是第三指关节 那我们先用第二指关节 第二指 所以握拳这个最凸的这个前面 我们先把肚子前面垂直 先这样往下刷 对 其实刷几下 快刷嘛 线瓶要大力一点 就会热起来 从肚脐中间 然后往两侧 这样子走过去 就会热起来了 对 这就是正面 有没有开始觉得热热的 有 好 那热到以后呢 我们就换侧面对不对 那侧面我教大家一个 更有效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用右边的话 把身体向左侧弯 把右边的筋膜拉上 这样比较刷得到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地方 蛮酸的 对 因为大家经常都 久坐驼背 超痛的 侧面很少运动到背 这里其实把它拉紧 刷个十下 再换边 又酸又热又麻又酸 我觉得蛮舒服的 对 蛮舒服的 就是左三圈 右三圈 是右刷刷 右刷刷 那还有背后对不对 背后很简单 背后那因为这样不顺手 就横着 从脊椎中间往两边这样刮 往两边刮 往两边刮 就比较顺手这样刮一刮 也是刮个十几二十下 好 这样绕完一圈 应该很简单啦 大家可以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肾 好 今天非常谢谢医师 谢谢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囉 拜拜